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然想到了曾毅 他明白了 邱老之所以要提携方南国 就是为了曾毅 曾毅则是方南国进入中枢以后最大的受益者 那邱老为什么要为曾毅来谋划这么大的一个局呢 宅老突然又想到了之前自己的第一个疑惑 难道邱老真的找到了那个丢失的孙子吗 他刚才不是为邱大军自豪 而是为曾毅自豪 这很有可能啊 宅老也曾经调查过曾毅的身世背景 那个山里的小镇 大家都记得曾文府 可偏偏没有人知道曾文府是打哪来的 只有一些上了岁数的人才记得曾文府来到小镇的时候就只带着曾毅 说是祖孙俩从外地逃难来的 至于逃的是什么难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大山里的小镇没有大夫 两个镇子才有一个赤脚医生 曾文府医术了得又治好了许多乡民的病 就这样被留在了镇上 宅老也想去调查曾文府 可惜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 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实在是在那个时代这种事太过于平常 现在看来曾文府很可能就是吃道士 宅老想到这儿认真地答道 嗯 知春省的那位确实很有水平 宅老不得不重新修正自己的说法 如果邱老愿意为方南国出头呐喊 自己当然会附和 不为别的 以前没有为曾毅筹划的机会 现在有机会了 自己必须得帮上一把 邱老见翟老突然又改变了说法 心里有短暂的一阵意外 不过随即笑着说 我们这是英雄所见略童啊 宅老也哈哈笑道 也只有这一次 他们两位这辈子几乎就没有意见完全相同的时候 笑过之后 两个人又把视线重新投向那池锦里 水池很小 鱼儿只是在那里来回的摆动 可他们俩看得却很有滋味 这时候翟老突然问道 焦树江啊 那个岛的事你怎么看 不过他没等邱老回答就接着说 前段时间 算了唐同志来看我 我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你猜他是怎么回答的 话音刚落 丘老的目光就亮了起来 宅老一看心里就有了判断 就听丘老问道 他怎么说 能看得出他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关于那个岛的事情 丘老比任何人都要看得透着 该从何处入手 丘老心里也有了定见 只是这件事操作起来很复杂 不是丘老能够做主的 丘老认为要解决岛的事情 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强大而完善的 领土领海法律 这样谁来操作 谁来负责 也就清楚无误了 曾毅对于这件事也有看法 让丘老很感兴趣 他想知道能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丘老背着手看着池里的锦里 算了汤同志讲啊 如果有一个坏孩子的话 我们处理起这件事来就从容多了 丘老先是一愣 随即就笑了起来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嘛 丘老以前也曾想过这个可能 所以他一下子就明白 宅老所说的意思了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增益的这个办法确实是最好的了 可以最大程度的拿回主动权 同时也避免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宅老看着丘老又说道 可问题是谁来当这个坏孩子呢 丘老点了点头 是啊 这确实是个问题 他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可最后却没能成形 就是因为找不到谁来做这个坏孩子 这件事情很难搞 你让哪个部门来做呢 太保守了做不了 太冲动了也做不成 有勇无谋不行 有谋无勇更不行 另外 就算是坏小孩 也得有个过硬的家长 做靠山才行 否则还没等做事呢 这坏孩子就先给收拾惨了 综合考量下来 几乎没有一个部门能够承担起这个坏孩子的角色 也没人愿意去做这个坏孩子 所以丘老的想法也就只能是想想而已 再加上因为丧子丧女早就不问世事 所以也没心思和精力去促成这件事 丘老看着池中游动的锦里 他当然明白翟老提这个话题的意思 翟老可能是要准备花大力气去促成坏孩子这件事了 但是要想处理好海上的一切事宜 离开海军的支持是绝对不行的 如果丘家愿意给这个坏孩子撑腰的话 这件事才有可能办成办好 当然 翟老这句话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那就是他想明白了 丘老支持方南国的真正用意 丘老对此并不意外 因为他今天的话就是有意对翟老讲的 他提的是方南国 而翟老现在用增益来回应 这说明翟老已经领会到了话里的隐晦之意 丘老没有选择直接扶持增益 却选择了迂回路线 也说明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对于这一点 翟老也是深有体会 因为在翟浩辉生病的那段时间里 翟家也是人心浮动 丘老呵呵一笑 侧身看着翟老 看来实际你说错了 我们所见略同的事并非只有一件 翟老也是爽声大笑 这就是达成一致了 有丘家支持 这个坏孩子才能真正的坏得起来 笑过之后 两位老人又把视线重新投向池中的锦里 不过心里却是各有想法 翟老虽然猜到了 丘老失踪的孙子就是增益 但还是觉得这事有些离奇 也不清楚 丘老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增益的 又是怎样得到确认的 不过 这世界真的是太小了 而丘老则想的是下一步对增益的安排 那天跟增益谈过以后 丘老便放弃了认下增益的想法 自己并不是没有亲生的孙子 只是现在还没有认足归宗 缺少个仪式和表面上的名分而已 自己现在硬要认下增益 也不是不可能办到 但结果很可能就是断送了增益的前程 自己多了个孙子 可天下却要少一个增益这样的官员 思来想去 丘老就拿定了主意 自己能为增益做的 也是唯一能补偿增益的 就是给他铺好路 然后在背后默默注视他的成长 能够在有生之年 看着孙子一步步成长起来 这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天伦之乐呀 如果自己还能熬上个十多年 那个时候增益成了气候 或许还能再认回来 因为那个时候的增益对丘家的实力 只有注意而没有损害 相信没人会反对丘家 多这样一位人物 想到这儿 丘老就觉得自己剩下的时光 有了大盼头 心里充满了力量 再说中华市 在受奖仪式之后 慢慢就传出了一个风声 说是常务副市长吴汉林 即将会被调到省行政学院担任副院长 这个消息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就像亲眼目睹了吴汉林的任免书一样 可惜这消息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确认 不过副市长杨明新的办公室 比起以往却一下子热闹了许多 增益对于这些小道消息的态度 一向是不予理睬 这事情该怎么做 该找哪位领导汇报 依旧是按部就班 时间过去一个月 关于吴汉林的小道消息 还是没有得到证实 而大家所关注的重心 也由市里的人事变化 慢慢转移到即将在京城召开的大会方面 毕竟这事的影响力更大 各种小道消息更是传得满天飞 曾毅这天在办公室忙完手头的事情 打算到街上走一走 一是检查创位期间 中华市公安局各治安区域的治安措施和创位措施 而是去看看官网改造工程的实际施工状况 曾毅刚刚站起身子 正打算去取挂在衣帽架上的警帽 办公室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连个敲门的动作都没有 曾毅眉头微微一皱 准备回身去看看是哪个冒事鬼闯进来的 进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东江大少顾迪一进门就说 老曾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从他闯进来的情况看 确实是出大事了 不过从顾迪那一脸兴奋的神色看 却完全不像是出大事的样子 倒像是有好事 曾毅摘下帽子 出什么事了 顾迪这个时候反倒不着急讲了 哦 你这是要出去啊 不好意思 不告而来 不扣而入 还没打掉你的工作吧 曾毅苦笑着摇摇头 你来都来了 闯也闯了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当下就说 到底什么事 你就别卖关子了 要不然我可就走了 我这边还真有事呢 顾迪哈哈一笑 转身把门关上 然后冲到曾毅办公桌前坐下 这次真是出大事了 说完顾迪看着曾毅 很奇怪的问道 哎 你难道就没听到什么风声吗 曾毅纳闷了 难道是吴汉林的任免下来了吗 他只好重新坐回办公椅上 我这里什么也没有听到啊 顾迪便压低了声音 就在昨天 也就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 所谓中央工作会议 就是在开大会之前召开的一次小范围会议 与会的都是中央首长级别的人物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协商 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定下主基调 会期可长可短 长了有半个月 短了也就三五天 就听顾迪坐在那里感慨道 只一天哪 就全部结束了 曾毅纯没问道 你听谁说的 不会又是小道消息吧 顾迪直摇头 这种事我能随便乱说吗 现在外面都已经传风了 前段时间那几个跳得很欢的 这次都没有好结果 损失最大的应该就是庞家和龙家了 核心人员几乎都被调整掉了 说到这儿 顾迪看着曾毅认真地说道 你猜猜看 龙老二是什么下场 曾毅摇了摇头 这哪是他能猜到的呀 顾迪却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而是突然一拍大腿 嗨 看我这脑子 老曾啊 恭喜你了 曾毅又是诧异 这种高层热免跟自己扒杆子都打不着啊 有什么喜的呢 顾迪看着曾毅 嘿嘿笑着 龙老二啊 据说要被调到党校去当什么腹部级的校务委员 他这一倒霉 龙家可就没什么人物了 别的人肯定要跟他们撇清干系 你给美心的事 这次应该没有什么阻力了 曾毅心里顿时一动 屁股底下的办公椅子也跟着发出支妞一声 是啊 龙老二一倒 龙家确实就没有什么人物了 龙海青是翟家的媳妇 所以几乎不参与龙家的事情 而龙青泉早已治嫌 顾迪接着说 老曾啊 你可得抓紧啊 这么些年了 你不就在等这个机会吗 你要是找不到媒人 我老子可说了 他很愿意当这个媒人哦 再说了 老太太现在就跟龙青泉在小屋山做邻居呢 一句话的事嘛 曾毅连连说道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机会突然到来 让向来镇定自如的曾毅 反倒有点手足无措了 顾迪一拍桌子 你还想什么 老曾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 成不成 给一句话 顾迪很是着急 甚至比曾毅还要着急 他没有说谎 顾明夫确实很愿意当这个媒人 看曾毅在那琢磨了半天 神色来回变化 一会儿看上去激动兴奋 一会儿又看上去迟出不定 顾迪也知道不能太催促他 毕竟这事是个两厢情愿的事情 曾毅不也得先去联系联系龙美心吗 顾迪就又说道 庞家那几个大佬啊 结果也跟龙老二差不多 本来是大好的前途 等开完大会 估计啊 全都得去养闲 曾毅脱口就问 庞乃杰呢 这话一出口 他就知道自己失言了 戴河会议的层次 庞乃杰根本就上不了桌面 这级别差太多了 顾迪呵呵直笑 心想 曾毅能问出这句话来 只能说明他今天有些心乱了 他微微笑着 这个我不知道 估计啊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这段时间 蹦得可欢呢 我早就等着看他的好戏了 曾毅微微一点头 不错 古浪这回反倒是走大运了 庞家这一倒霉 他的撤资 非但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反倒会让很多人觉得 古浪深不可测 这会还没开呢 古浪就已经知道 庞家的结局 所以早早就划清了界限 这是何等的人脉和实力啊 顾迪身子前倾 压在办公桌上 对了 还有件喜事 据说 方书记要进中书了 曾毅更诧异了 别的事情不知道也就罢了 怎么这事自己一点消息也没有呢 不过 看顾迪的语气 就知道他对这件事也不怎么确定 之前 外界的小道消息乱飞 可没有任何消息跟方南国进中书有关 这个事情确实太突然了 事先也没有任何的征兆 顾迪说完 也不等曾毅再说 就急着问道 哎 我大老远的过来向你道喜 老曾 你可得出点血呀 曾毅直摇头叹息 好 出 现在就出 他起身又把警帽挂起来 然后换了一件便装说 走 今天怎么出这个血 全凭你顾少安排 顾迪哈哈大笑 等曾毅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 他就勾肩搭背的跟曾毅一块走了出去 换了是以前 曾毅是绝不会这么招摇的 那个时候曾毅刚到中华 脚跟不稳 是明副其实的中华公敌 想要看曾毅笑话的人多的是 曾毅也未必能在中华站住脚 所以他不想暴露和顾明夫的关系 免得给顾明夫带来什么麻烦 现在曾毅这方面的顾虑就要少很多 因为他已经在中华市彻底站稳了脚 顾迪离开之后的几天 关于会议的细节传出了各种版本 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但都传得仿佛人人都在会议现场一般 只是关于会议的结果 每个版本却都出奇的一致 曾毅也是在这个时候再次听到了 关于方南国要进中书的消息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那自然是好事一件 可如果这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 那对方南国就是件大大的坏事了 在下面基层换界的时候 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有人当选的呼声很高 消息传的到处都是 可等到最后谜底揭开 却发现呼声最高的 反而最容易失败 因为你是被人故意拿出来 做众矢之地的 当所有竞争者都拿你当对手 不断进行阻挠时 那个躲在暗处的人 反倒截足先登了 为了稳妥起见 曾毅决定还是给方南国打个电话 晚上八点他估计方南国吃过晚饭了 就把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就接通 里面传来方南国的声音 他呵呵笑着说 是曾毅啊 晚饭吃过没有 方南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但却很有力量 曾毅就说 吃过了方书记 最近我在东江这边 都听到了不少关于您的消息 方南国误了一声 啊 我刚刚从京城回来 就是在你打电话之前进的门 这件事基本定了 曾毅眼睛一亮 这么说 方书记真的要进中书了 他立刻说 方书记 恭喜您 方南国在电话里 呵呵笑了两声 哈哈 位置越高 责任越大 有何可喜啊 顿了一下 方南国又叮嘱道 这件事 我也就只对你一个人讲了 在没有盖棺定论之前 你先不要外传 曾毅笑道 我明白 方书记放心 就算曾毅不说 外面也已经传遍了 保不保密 其实无关紧要 但能得到确认 确实很让曾毅高兴 方南国并没有隐瞒 曾毅的必要 因为这次他能够进入中书 全赖几位老同志 联名推荐 而这几位老同志 都和曾毅有着很深的交情 尤其是邱老 邱老很多年不问世事 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提过谁的名 这次联名的老首长里就有邱老 自然是分量极重 这次去京城 方南国就是挨个去拜访 这几位老首长的 虽然老首长们都没有讲什么 但方南国认定是曾毅 暗中帮自己出了力 扑了路 否则这个机会 怎么也轮不到自己的 因为自己跟这几位老首长之间 甚至都没有任何交集 又怎么会突然被老首长们 关注到了呢 方南国又嘱咐道 最近这段时间 我可能会比较忙 曾毅啊 你就不必专门过来了 他知道 曾毅得知消息 必定会亲自上门来恭贺一声 所以特意嘱咐了一句 曾毅确实有这个打算 听了方南国的嘱咐 就只好作罢 那好 我就不过去给您添乱了 方南国又说道 你呢 也要有个心理准备 可能过短时间 我要对你的工作进行重新安排 曾毅点头道 好 我知道了 方南国进入中枢 自然要把自己的人都安排部署一番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一个好汉三个帮 要是没有得力的助手 你什么事就都得亲力亲为 那还能干成什么大事情啊 方南国也就不再多说 我刚进门还没吃饭 就不和你多说了 挂了吧 挂了电话 曾毅也在琢磨这事 方南国这次后来居上直接进入中枢 这多多少少出乎曾毅的预料 这倒不是说方南国没这个资格进入中枢 只是那些对手太强劲了 方南国并没有任何的优势 思来想去 曾毅只能把这其中的原因 归结于那些人的躁动 这才让上面反倒更加看重 方南国身上的务实特质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